我就假设各位都已经有范例档案了 接下来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要打开Power BI 那这个Power BI Desktop 尤其在第一次开启 它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当我们现在打开这个范例的时候 打开这个软体的时候 它会希望说你去做一个登入 登入什么呢 像例如说可能我们就会以学校这个单位为主 然后来去申请Office 365的适用 不过建议各位就是说 因为那个适用只有30天的期限 之后你就必须要每个月 例如说花一笔钱去交给微软公司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登入 那你说要登入跟不要登入差在什么地方 差在很多地方 例如说协同作业 大数据分析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做的事情 要结合各个精英一起来去做 所以协同作业就不能做了 server板也不能用了 office 365你也不能使用了 好所以不能做这个协同作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 也不能做一个发布 发布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咯 这样子是不是就直接进入Power BI Desktop了 接下来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一定是先做这个取得资料 这个取得资料的隔壁有一个叫重整 重新整理有看到哦 假如说您今天你的那个以色谣案有扩增 扩增可以了解吗 假如我今天我那个以色谣案我的资料本来只有10万笔 现在变成20万笔 记得不用再做取得资料 只要做重新整理 这是使用大数据分析很重要的事情 后面所有的分析全部算完 只要按一个按钮 你们说这件事好不好 很好吧 所以这件事一定要先让你们知道 这就是Esser做不到的 可以了解吗 Esser说你有分析 它是不是有重新整理的概念 就像现在大数据分析是一样的 好第一件事情 打开Power BI没问题 接下来是不是要取得资料 所以请点取得资料 当我点了取得资料 这个上面这个按钮 它就会出现全部啊 档案性质啊 资料库啊 反正看您的资料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那例如说当我点下面这个取得资料的时候 它这边有很多种形形色色的一个取得资料的方法 对不起我不小心按到 好有来自于Esser有来自于Power BI Server 就是人家已经做好放在那个Power BI网站上 你直接去下载下来一个 或者是CQ Server 这个SQL 这个SQL Server 应该是我们到时候去业界最频繁连线的一个资料或系统 好 那还有就是什么 好 不想要各位知道一些GA Google Analytex 还有 JSON格式 或者是CSV的格式 好 这些都要知道 甚至还有XML Wave 好 那这边还有更多 更多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 好了 因为我给各位是不是Esser档案 所以你可以点取得资料 然后Esser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点这个 刚刚我是不是放在下载里面 下载了这一个范例 好 然后点选开启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 不止一个工作表嘛 像我已经给各位这边有订单工作表 然后退货 销货 销售人员 好 基本上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订单 我们 我们假设现在先开一个工作表 一个工作表就好了 你可不可以同时开两个 可以 可是我要教你另外一个观念 我可不可以不同时间 开工作表 可以 听对懂我的意思吗 当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还有另外更重要一块 我有用到的资料 才把它叫进来 建模组叫做资料事迹 有用到的才叫进来 假设我们今天做订单 我要调查 我要跟那个国际 国际 例如说金融产品的价位波动的关系 你可能还要调查 例如说景气灯号 的关系 这时候你是不是会调好多资料进来 可以吗 不同时间我们可以把资料 挥进来 这也是他的很大的一个特色 以色尔就不能做到这件事 好 所以我们先开第一个就好了 订单 然后点选 再入 再入之后呢 他主要就是说 先把这个资料工作表叫进来 你怎么知道叫进来 在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订单 本来这边是空的 现在就多了订单 跟什么 这是工作表名称 这个是栏位名称 好 那就麻烦请你们看一下 第一打开Power BI 第二取得资料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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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